今天我们来看一部有点羞羞搭心理惊悚悬疑片 本能 豪宅里一对男女在做爱 男人的手被绑住 高潮时刻女人又冰锥疯狂杀死了男人 死者是著名摇滚歌手 所以他的死惊动了一大片警察 警方发现歌手的死法和一本小说中主人公的死法一模一样 而这本小说的作者恰恰就是歌手的炮友女主 心理医生判断出两种可能性 一 凶手是小说作者 那么所有的犯罪都是早有预谋的 作者拥有一颗邪恶无比的心灵 二 凶手和作者有仇 刻意按照书上的手段犯案 这意味着凶手为了栽赃作者还会杀死更多人 无论哪一种 犯人都是个极其聪明并且病态的人 男主探长性情易暴躁 在卧底工作时 因为不知名原因 枪杀了两名无辜游客 至今还需要接受心理评估 男主和搭档负责调查女主 女主多惊貌美 聪明冷静 对暴躁体制的男主有很强的吸引力 他们带女主回警局入口供 女主坦诚又自然地说自己没有杀人 通过了测谎仪 甚至不断地挑衅挑衅面前的男警察 尽管毫无证据 男主本能上认为女主就是凶手 警方查到女主在大学时期的指导教授 也死于一模一样的冰锥杀人法 为了抓住女主的马脚 男主开始全天后跟踪女主 他间接发现女主身边的女性都成是杀人犯 这些杀死了至亲的杀人犯 当时也都说不出杀人原因 就像出于本能一样 其中一人还是双性恋女主的女友 女主早就发现男主跟踪自己 反而以取差为借口主动接近引诱男主 女主告诉男主 他以男主为原型在写小说 是关于一个探长爱上了不该爱的女人 最后被这个女人杀死的故事 男主发现女主似乎对自己很了解 他甚至说出了只有自己档案上才有的机密信息 气急败坏的男主找到心理医生 逼问下心理医生承认是分禁组老大 拿走了他的心理评估档案 男主认为分禁组老大和女主有所勾结 两人大吵了一架 当晚分禁组老大就被枪杀了 男主顺理成章地被怀疑成凶手 多亏喜欢男主的心理医生 及时帮他做了股在场证明 男主才摆脱了嫌疑 暂时被隔职的男主在家门口遇到了女主 女主俨然知道了一切 故作安慰男主再次勾引他 约他去酒吧 两人晚上在酒吧跳舞 一番干柴烈火终于开始啪啪啪 云语中 女主拿出一条和绑住死去歌手一样的丝巾 同样地绑住了男主 男主表面震惊 身体却还在享受 高潮时刻 女主抱住男主 手中并没有冰锥 虚惊一场 从此以后 两人开始了四恋爱四炮友的危险关系 尽管男主的搭档多是提醒男主 小心这个女人 男主却已经对他着了迷 他说曾经和一个女人做爱 结果被那个女人疯狂骚扰 最后不得不举报了他 男主查到 那个骚扰女主的女人 竟然就是心理医生 他还顺藤摸瓜地 查到了心理医生的前夫 几年前被杀 歌手曾经是心理医生 工作的诊所的客人 并且分级组老大也调查过这一切 这些证据都暗示着 心理医生有很大嫌疑 是杀死这些人 并陷害女主的凶手 没想到 心理医生的说辞 刚好和女主完全相反 但陷入为主的男主心已经动摇 本能都为女主辩解 无法分辨到底谁说的是真话了 只有搭档接信女主有问题 想通过找到第三人 来证明他们说的话 谁对谁错 就在此时 女主的小说也完成了 他对男主冷淡地提出分手 失恋男主一脸懵逼地陪搭档 去见忽然冒出来的女主室友 结果就在男主在车上发呆的功夫 独自上去找室友的搭档 就这样被冰锥刺死在了酒店电梯间 死相和男主在女主家看到的 还未出版的新小说里写得一模一样 晚来一步的男主在现场看到了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声称收到短信才来的 躁狂的男主还是失控地开枪射死了他 警方在搜查心理医生家的时候 顺利地找到了一切他们想要的证据 看来这一系列凶杀案 都是心理医生为了报复女主而做的 案情告一段落 男主回家后看到了在等自己的女主 两人又开始了一番缠绵 当我再一次认为女主就是凶手要杀死男主的时候 她又没有下手 最后镜头定格在了地上的冰锥 影片虽然给出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 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不用再纠结真正的凶手是谁了 女主成为整个世界最大的受益者 碾压了全场人的智商 不需要男人是女权的极致体现 女主把男人当成玩物 更是说明了她想凌驾在男性之上的价值观 她像上帝般俯视着一切 却掩盖不了只能靠杀戮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求留言求弹幕 嘿 求留言求弹幕 嘿嘿 求分享 求观 感谢观看